来来来 我们就来看看哪些怎么命格人 是属于那种无欲无求的 是 无欲无求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真的难讲 对不对 其实在古时候来讲这是好事 在现代来讲这就是坏事 是 因为古时候是农业时代 希望大家无欲无求 现在是商业时代 无欲无求就没有企图心了 真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先来看这几张命盘 根据命盘你才能决定 他到底该不该买房啊是不是 我们先看第一个是 命共有太阴心的朋友啊 有这颗心的朋友啊 太阴这个阴字就代表 其实他是比较追求稳定 对他来讲风险太大事他不干 你看刚刚讲的这个例子啊 从儿子的角度这风险好大 他不干啊 可是他爸爸如果用另外一个角度 来告诉他就不一样了 有一个房子稳定了 以前我们讲有土司有财 对不对 稳定了之后你就没退路 你就非干下去不可了 是 是不是这就变成另外一种角度 只不过这样买下去之后 他恐怕就不能离职了 因为离职的话 那个房子买在公司旁边 难道他换到哪里去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虽然我们讲说叫做 他比较不求 可是他需要安定的力量 其实无欲募求 可是你越稳定不就越安全 对不对 好 那就再来 天良心 天良心 天良心他其实比较谨慎 因为谨慎他就觉得现在钱不够不敢花 对不对 如果这样花下去的话 哎哟 敏胜你命宫就有天良 哎他就是了对不对 是耶 哎没错就是这颗星 是吗 对啊 他也有一颗天机天良 天机天良 哎哟 你好像还有个天机 哈哈哈 但是这颗星因为谨慎 我们刚刚讲的 他也是不愿意冒险嘛 所以他一定觉得我有把握我在做 我如果做风险太高的事情 那我要去衡量一下 我承担得了承担不得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所谓的无欲无求 可是你看像是说也变成投资高手啊 哎我有把握 这就不叫冒险了 你看很多人的冒险其实是很白目的 就是我根本什么都搞不清楚 对不对 然后无心插流流成印 那是意义不一样的 所以天良啊 你想想以前啊像老子啊 老子他的强调就是清心寡欲嘛 其实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思考是 哎我不要看到那些会吸引我的东西 我就不会去想要用它 所以到家才会讲就清静无为 就是这个概念啊 再来就是有天图心的 好嘞 这颗心啊事实上就更进一步了 我们讲知足常乐这个知足嘛 可是知足来讲 这颗心喜欢讲人生的道理 他会觉得我为什么要享受呢 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没有意义啊 因此他更喜欢我追求理念 你看我们以前佛陀就是这颗心哦 他宁可当哲学家 他不想去连国王都不想当啊 所以到底哪一边才是对的 刚提到无欲无求 在农业时代反而是好事啊 可是在现在商业时代无欲无求 很多爸妈看了会吓说 我小孩怎么这么没气徒心啊 所以这时候 有时候给他买个房子 让他增加压力 我当年这个房子一买下去 我回不去彰化了 是 就回不去了 只好立定脚跟待在台北嘛 所以这才是对的啊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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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